你讲一下我们这个vpush的一个识别方案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vpush的话他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呢是那个正数学正序选择 第二种是那个倒数选择 就今天给大家就是说一下那个正序训练个倒数选择两个看一下是怎么选择的啊 我们看我们我们那个正序训练那个识别的方案是什么 嗯 在这里啊过去啊转开啊 嗯那么这个啊加了个s开头的也是sup的意思就把它定为那个什么到续行止的方案 那么的话他有个正序训练 在这里啊在这里 他这个代码呢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代码 看的我代码是圆形是怎么样子的啊 然后我们赶紧我们这个圆形的代码 讲讲讲讲我们的代码是怎么识别的 其实这个原理呢是非常简单的啊就跟我们那个泡泡一样 嗯 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是分析我们上节课的那个程序 哎地点 哎地点里面肯定有铺许啊是不是 虚拟计分析 你看到没有 他这里个铺许然后你你这一关汉斗地址点过来 你看到没有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也扣一下啊 课堂毕竟 这是v push i g 啊就说 还有一个人vpush imimm啊就这个的话我先讲的那个bpush这个i 啊然后的话那个imm的话你们继续可以识别了 我们把这个主要代码的 拷贝一份吧 其他不重要的码就没有拷贝啊 在如果说你这个vm分析多的话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中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不重要的 我这个 那这个就跳转了跳转到下一个汉斗是不是 首先他有个木贼叉啊 然后这里呢把这个这个是bip把这bip负责给他 然后呢这个bip加加是不是 然后呢他拿他拿到这个edseds就是充当我们这个进行线的所有人是不是 然后令我们这个eds进行寻找我们这个进行器 bm的进行器啊寻找完成之后 将我们这个占经检释然后呢再把那个子给复制到那那个进行器里面去是吧 我们在里面就铺链一双 然后这里面识别的话 实验的话就说啊识别我们这个贝斯啊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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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我们那个beip啊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然后的话再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败的皮特是否等一 然后的话再判断我们的这个 bip是否是木与这一叉啊 如果符合到我们把它交到我们这个 以识别成功的哈斗宿主里面去是不是 然后此时到我们那个这个汉斗 此时我们这个汉斗这个指令这个宿主呢你就已经有一个成员了 然后下面这判断呢就说 当我们这个 当我们这个什么来着咱们这个汉斗里面的指令如果有一个的话 至少有一个的话 那么的话我再来识别的这行代码你识别在行代码的话就比较简单是不是 就让你比较我们这个不扣啊比我们的不扣是我是lva或add啊因为的话 如果是加法的话那么就存在两种形式那么第一种是alva模式啊 第二种的是add模式是吧 然后拿钱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啊我这个而别扣呢就是说等于lva也可以等于add也可以 如果等于他们其中一个的话 那么在行者里呢他就反为一个真知道吧 且上而别扣一点 啊且上了我们那个opko一点ig 而别扣一是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 等于vmip是吧就这个 这个等于vmip是不是 那么的话 再判断一下他那个利息数啊那个利息数 给的opi啊木啊那个这个人是获得利息数 如果获得利息数那么获得哪个东西呢或者这个东西啊 啊因为这里填的是op 啊 啊bq啊然后的话判断啊取出来个例子判断如果等于一的话那么就交到那个成员然后这里就下跳出循环啊 跳出循环 跳出循环就是本次已经识别完成了我下次呢就不用再识别了 来这这不这个这个为什么跳出循环我们可以 啊简单讲一下我们下课讲吧下课讲我们那个他这个为什么要跳跳出循环 他这个其实是有余意的 那么这个如果是不完成的话那么的话这个汉道里面的指令应该有三个了 好是我两个两个啊有前面的两个如果有两个的话 判断一下等于啊 然后判断我这个是我的是木是吧 然后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啊贝斯和我们那个一的因大可思吧 贝斯因大可思是不是 判断了我们这个贝斯是不等于我们这个 这个为了母肯塔斯的是不是在判断我们这个 在判断我们这个怎么来着这个什么因大可思一次是不是我们那个第一个 识别出来第一个 第一个的第一个操作数啊有着我们这个东西判断 这一个是不是和这个新相等如果相等的话 再判断一下 他这个opico2这个内存那个大小是我等于是啊如果等于是的话就满足啊 然后然后就会到循环尾啊到循环尾 这个不是跳出循环啊刚刚说错了这跳这个大循环尾啊 啊 然后下面的话这个也差不多啊这个原理的话与我们上面这个一样啊所以说这里有就不讲了我们到第四个的话就说第四个的话是 判断一下我们这个ecx1s 在判断我们这个esi啊是我是我们这个站 占军性啊 然后的话呃这个 判断我们这个就去啊你心里有个是是不好等于我们这个 啊就说第2个指令 00在012第2个指定的第1个操作数也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判断我们这个ecs是为这个进行相等啊 如果相当的话那么就 返回一个真啊房子真的话 面前把这个给压到我们这个 这个大数字里面去就各汉的这个指令数字里面去然后 如果等于5的话如果说这里我这里已经完成了的话那么这个 交进去之后那么这个汉的这个汉的里面的指令数量肯定是不是等于5啊等于5的话就返回 是不是好一个真如果一直循环到代码这个代码块的一个尾部的话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就一直就知道就返回货啊 还会货啊这个即是识别的汉斗呢是比较简单的 就大家如果说理解这个原理的话就非常简单明了啊还就快 好现在有门那个模拟器也是不是就很快啊 说在我们之前啊之前那前辈没有模拟器的时代他们怎么识别呢他们呢就是说 用防汇变引擎一个个跑一个跑就是就防汇变引擎解析那个长度然后这个长度加上上一个指令的长度跳的就指到下一个指令的长度 是不是还有那个机器系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第一次是我是跳转呢是不是 他们只能用我们这个 就是说呃0联系上要为联系上下文进行结合的那个 博士进行 识别我们的机器大家的话可以参考我之前给大家发的那个并母分析插件2点上的那个插件 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就说 后面出现模拟器呢就直接代替前辈的那种下方了知道吧 就说我们现在呢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不对我们的指令性 我要可以不对我们的指令 进行盲目的跟踪啊什么模糊识别啊是不是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完模拟器里面的各动态数值进行 跑 低速之流 识别我们这个汉等 是吧这里的话 我两种包子都配合了 两种包子都配合了 这个呢 还没完啊还没完 还有我们这个铺许 i712 ss啊 s的话他可能 比较不一样啊这里的话加个s 表示人这个汉等人是倒数群职的 怎么个倒数群职呢你看一下 他上来就一句lva或sup说说 这里面他会把放到这里来减去1 是不是然后其他有没变呢 站 总不可能是倒数群职是不知道 站你不放压的话肯定要减是这没法变的是不是 说变动了 只有这一个就是这两个丢换的位置当然的话 你可以把他封装的一个函数啊 他封装一个函数 就是说你减进减下代码 但是呢 但是呢 看着啊 我这里是首先识别的个sup这个a和sup如果这个opco这个指令等有a或sup的话 写上这个 写上我们这个 呃操作数1这个这个救星器等有我们那个bmip的话 那么的话我们就确定 呃这个行指令的基本结构啊然后的话再取出我们这个mm是不是 如果这个为 有如果这个为减的话 那么的话他取出来就负一也就是大概f是不是 你看这个取得是有符号啊 1.60-t有发啊 有发的话如果说个是加的话那么去直接求一是吧 说说这里面呢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i i amm的有一或是i amm的负一 那么的话都满足都满足因为在这里的话可能可能存在加一可能存在简单吧 啊不对不对可能 这里好像没有我能没有这个没这个没这个过程没这个过程没这个过程就说 这里的话好像 sup的话是正是不是 sup的话是sup的话肯定是1是不是成是正书是吧 那就假设这里呢是不是可以用我们那个sup的低太阳 -1 你敢说这个sup 这个操作数2 这个1是我们这个复数吗 这个不是复数啊这个是正书啊 雷一出现复数的情况就是我们那个l ea 他里面的个括号 中号里面这个一批减多少钱的那么他会把这一块 房后面已经他会把这一块当作复数进处理是吧 那么的话这里呢 就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房后面已经呢 那个细节操作 这里呢你要判断一下 我判断如果都等一的话那么肯定是sup是不是如果等爱灯 爱要木的木的有负义的话肯定要要也说说如果等于他的话把他 把他给 腰进去啊 这里没有写那个寻到循环尾啊这里没为什么一下又忘了忘了一下说 有的时候有时候你写的话比较好一点识别更精准一点是不是 说不定 说不定你你你上面识别这条指令跟上面识别条指令一样啊 但是你又不希望 呃 你这条指令就上面时间内准一样 所以这里呢又写个到循环尾啊 下面这个过程呢基本上跟我这个 vpushr i3一样啊 还有个什么 还一个不许第几数是不是啊哎我看一下那个不许第几数什么怎么玩的啊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我直接把它卡背过来吧 啊这个不不许i vpushr i5m3他也是一个汉的 但是他也包含了正序群职跟负数群职知道吧 你看一下 跳 放在来 哎这个就不用了这个是跳转那每个汉的都有的 每个汉的都有的 到这里呢 你看这个是很简单的首先从我们这个 epp 获取一个 四个字节的一个没有解密的一个数值 然后中间 这里中间可能包含了一堆解密啊 然后他那个 veip是不是加4啊 因为这个数呢是四个字节当然后vmp的话 他还有一种情况就 push ig啊316他有这种情况啊大家要注意点啊 这种情况他在里面变成卧的 这边哦 啊一般做 这个一般做我们的G77运算上啊做我们这个什么 啊对4G7运算就是说这怎么在 JF标志位模拟JF标志位的话他会 用我们中到我们这个超啊 这个右移是吧中到我们这个右移进行 进行 取出我们这个JF标志位的反内啊 说说呢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这在这我们没有vmp他是有push imm16这个 汉斗的 是不是 和这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啊 这里面的他也是包括正正正反群子的他这个我们选的这个是正随形子 当然然后他也有我们这个反序形子是吧也就也就要倒序形子 啊我这里呢我们就先看我们这个反序形子吧 你看他反序形子他第一条是不是就是萨博或摇曳是不是 我们这里的话 复制一份 你这里加改也是 那么他第一句话 就是 减是 或是sup ebp 减是 是吧 然后下面基本上就不用动了是吧 是吧 这里呢首先识别这个lf和sup只要是lf和sup的话在判断的写上我们这个 基本上它是等于我们那个vm1ip是不是 然后举着我们那个操作数 如果当有是要在富士或者是的话 都满足条件那么压到要住到我们这里来当然这里要有我没有写那个 他喜欢尾啊因为当时时间比较冲粗一点 大家的话也如果 理解这个圆也他这套圆满的识别书的话大家的话可以自己 写完上一点啊你其实的话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个贝斯 下面这个东西啊上面这个东西 下面这个东西基本上的一样啊 前天话如果说这个赛得一的话是别吗那个贝斯贝斯都能够要么压屁的话符合是不是你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也就这个东西啊如果当ebp的话 如果当ebp的话如果这里面中间公号里面是veip的话那么就符合是不是你要比较贝斯吗是不是前面那个是木尾的类型 前我们这个中号里面写那个进行器是 只有贝斯 没有应大个是只有贝斯 且这个贝斯等于veip的情况下 再把它铺到我们这铺去到这里来 下面的也是一样啊 下面也是跟上面一样的 所以这里不讲 我到下面这一句呢就说 比较贝斯 这个贝斯呢是我们这个esi 是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站 再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第二个ecs是我跟我们之前渠道的第1个 指令的ecs是否相等 啊第1个 的第0个是否相等如果相等的话 那么证明这行代码是属于pushmm32-s的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把它push进来 我们这一行代码经过之后我们这个就等于试了 等于试的话那么的话就是反而一个处 问题吧 这一课能讲一下我们这个 push相关的识别 复习相关的识别啊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我讲我们的基因交换机的识别这个基因交换机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器轮转啊 有种当然就去凌准的话他是 比较复杂一点的说说你这进去准准写这个想法呢 如果没有完善好的话 就是说以后就出乱了会乱的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就去准准哪会改变吗这个 呃 vip啊 vstar这个v 以降谱贝斯啊这个东西啊这会把会改变这三个东西啊所以说你呢 要把这个进去轮转这个方案给做好做好之后呢你才能保证你下面那个进入器识别才是正常着吧 说这里呢就是 我们这个本节课内容就是识别我们这个vpush 这个汉朵啊 ok啊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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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